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 网络成交点频道 来到我们陈林先生说风水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是邀请陈林先生来为大家讲解 有关于在香港的一个 引发大家非常关注的 蔡天凤的这样的一个惨案 那么到底从风水上 从我们的旗门上 或者从我们的这些八字上 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今天陈林先生会教大家 如何来辨别渣男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一定要留在我们的节目上 那么首先还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是江西都昌派第16代的风水传人 传承明朝国师徐东风所创立的都昌派的风水 是国际著名的奇门遁甲和东方策略学专家 通晓八字四柱紫薇六瑶梅花奇门太乙术风水学性命学品牌学等等 陈林先生曾担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竞选总部首席的国操顾问 也曾经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风水建筑体系 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好的那么首先来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陈林先生好 各位观众好 这个陈林先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香港的这个蔡天峰的惨案 其实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直在关注 不仅是关注他整个的这个案件的进程 其实我们从这个一些报道当中也能看到 这个蔡天峰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蛮善良的人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好人没有好报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也今天想先请您 从这个八字秘密的角度 能不能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蔡天峰这个人 好的好的 那我们今天是特别做这期节目 因为我中国很多的学生嘛 特别是女性的学生呢 就是说现在中国呢 就是大部分的女性呢 就恐慌 那为什么恐慌呢 这一天之中出现了三个新闻 那三个新闻就是说 就是女性追求者 女性就是女性被追求者杀死了 嗯嗯嗯嗯啊 然后呢还有呢结婚的被丈夫给砍了 砍死了 然后最后被一个这个离婚呢 又被前夫给砍死了 你是不是说就造成了这个 现在的呃很多的女性的这个对于婚姻啊 对于男女的感情呢 很恐惧的 造成了巨大的恐惧 嗯嗯 巨大的恐惧 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呢 嗯嗯 就于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做这档节目呢 就提前做档节目 就是呃当然呢 就是说这个时代呢 越来越有黑暗的一面 嗯嗯啊 我们这个汉人经文的事情 我们我们很少听到 对 真的很少听到 对 说这个呃当然今年是鬼 鬼某年 这个鬼其实就是鬼啊 就是很多诡异的事情发生 嗯 就是颠覆我们的三观的事情发生 啊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就说呃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太天凤 这个他的本能的八字啊 我们会得到什么启发呢 啊那太天凤呢 是那为什么说太天凤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 嗯我们来看八字能看得到 哦那呃太天凤是在1994年的7月11号出生的 嗯那那死的时候是在2023年的2月21号啊 就这个这个这个产案就是今天产案了 嗯所以说对比方说我们的华人 就连美国的警察都知道 对 有报道 对啊 所以说你看 那我们首先看的这个八字来看的话 我们说日元就代表的是自己 日元就是我们看出生的日子那些 那个是嗯 我们有十个十个天凤就代表十个家族的人 开车那是雾 那这雾来就是代表土像 所以雾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人憨厚 嗯 有诚信啊 啊 这包容于土的本性是包容 嗯 对他愿意去帮助别人 你看啊他有你看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啊 有帮助小动物啊 甚至说他对他的前夫那么好 嗯 啊 所以我说这是现代版的这个龙夫碰到龙夫与蛇 与毒蛇 对 实际上来讲的话 所以我在前面那段节目啊 有讲到说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记得我说的这个吗 对 其实人生我刚说了吗 选择就是你的场景 你理解了吗 嗯 选择就是场景 假比方说我们把这一段哈变掉了 他有两段婚姻对不对 对 是不是有两段 对没错 前段婚姻其实他跟魔鬼结婚了 这是一个魔鬼 跟魔鬼结婚 就会跟魔鬼的这个呃场景就会出现 嗯 那他透一段婚姻是跟天使的结婚啊 就是跟了新的一个呃 也算是一个呃家里很富裕的人啊 然后呢人很厚道 人有善心 嗯 最后呢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的老公还愿意去照顾这四个孩子啊 就是代表他内心的这种善嘛 对 所以你看哦 我说了 我们的同是一个平行的时空 你的抉择 就决定你的命运的场景 这是真实不虚的 你说哪里真是命运吗 命运是什么回事呢 我告诉大家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抉择 就是这么简单 嗯 也不是你的努力 对吧 好 那这个我就是一个稍微是个体态话 再去说明说 我从当然从这个大的气来讲的话 我们社会 我们的现在越来越越来没有光明了 就黑暗 所以才越来越黑暗才会这样 还有一个本质来讲的话 就是说呢 从蔡巅峰的八字来看的 其实他呢 也看出了一个端倪 他呢走入了天罗地网 走入天罗地网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是雾嘛 所以雾的 我刚刚说雾的人是很好的 因为土的人呢 雾的人就是还有包容力 大地嘛 然后雾也代表钱财 所以土多的人呢 他一生之中的财富是比较大的 包括地产 那其实地产对他来讲的话 所以他的土很多 你观察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出生的时间 但是通过他前面六个字 发现肌肤的土 他占到整个 如果说八字一百分 占到了七十到八十分的能量 都是土 那土就说明说 他有很多物业 但是土也是将来 他成为一个最大的障碍 因为多就代表问题来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刚刚说了 他土月出生的 如果又是土 下面又是土 他唯一有一个最好的 就是因为他的年 就是他的家族 也就是他的土上的能量 对他很好 是甲木 这个甲木是刻土的吗 因为你不把这个土刻下去 这个土太旺了吗 对 所以说甲是他的用神 这个七杀用神 好了 来看呢 为什么会在今年爆发 来看 他我们叫大运 他走了什么叫大运呢 22岁到31岁 走入了一个叫 雾城大运 我画一个圆圈这里 雾城 他又是土来了 22岁到31岁 走了这个雾城大运以后呢 那这个 他这个运呢 造成土太旺盛了 还不最重要 最重要是 他刚刚走到 城这个时间 也就是27岁走入的 也就是28岁正式 你看22 加5年 22 25 26 27 就是刚刚走入 不到一年两年的时间 就城的时候 就砰地下爆发了 为什么 这个天罗地网 给网住他了 我们要记住 这个什么叫天罗地网 就是龙跟狗 陈跟序 这个陈跟序啊 就他是十年大运嘛 所以我们运是什么 运就是道路知道吗 运就是我们的道路 那这个道路 这十年的道路 有可能他会在这十年翻车 就这个十年翻车 然后这个十年 我们人的八字 就是我们的车子的配置 车子的配置很好 有钱财嘛 有制化的能量 可是他的大运 走路的22岁 就31岁 特别是37岁以后的大运 就是38 今天是38岁嘛 也是7岁39 这个五年大运 是最大麻烦的事了 就是因为天罗地网的对冲了 造成的土特别之强大 马上翻盘 翻盘的 你看能量就翻掉了 70% 80%的土的能量 再加上大运的土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今年是2023年 叫鬼某年 这个鬼某年 这个就是代表着说 这个某 跟这个旭相合为火 火为来生土 同时又把甲木给什么 给烧掉了 所以把它用水给烧了 某旭核化火了 造成太多的火土就完了 就一下子就把它烧掉了 还有呢 这个22岁到34岁的 它时常已经走入了 天克地冲的大运了 谁叫天克地冲呢 就是说 它的年是叫甲旭年 甲跟旭是对克的 就天贴克 木克土嘛 然后底下的陈旭又相冲的 是天克 所以 那有没有可以化解的 我们下一个 就是下面我会来讲 怎么化解了 了解 确实要这个 看到这样的一个八字之后 大家是不是都会想看看自己的八字 如果是说想了解的话呢 一个是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 来添加陈林先生的微信 来向他咨询 或者是来参加陈林先生的课程 课程在后面 我会跟陈林先生会跟大家介绍 那么这个 陈林先生我们说 本身人自己有自己的八字 那么我们可能会去 从中去注意一些 然后或者是说去躲避一下 如果了解的话 但是呢 我们说很多的时候 也是外在因素存在的 比如说渣男 对吧 就是他这个前夫绝对是个渣男 所以呢 我想问您 您觉得 就是说对渣男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看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否可以去辨别出来渣男 对 渣男呢 其实我跟你讲 渣男是一定存在 那中国古代说 老会说客气 就是客的 就是客夫的 客夫的人 可是现在时代 也不说只是说客夫了 因为随着女性的人 要越来越强大 是不是这样说了 那相对于来讲 男人也会客制于女人 对不对 对 我们会称为渣男也好 或是客妻的 我们这样说 那这个渣男呢 其实在 我们从 当然我们也不只是说 各方面来看 但是从心理的角度的特征来讲 我们总结出来 你要观察他的心理角度 他的行为 心就是他外在的环境的一个影射 对 这个渣男一般都是自私自利的 然后他只考虑自己多 考虑自己少 第二个渣男呢 他不太负责任 他没有任何的责任感 你懂吗 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这渣男的特色 还有一种渣男就是 第一个 所以他自信心不强 因为他没有自信心 懂吗 他很难支配自己的这个心 然后呢 还有包括这里有讲的 就是冲动 理性的冲动特别多 理性的冲动特别多 就是他有一些感情上的新的冲动 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的 还有包括这个感情依赖性也大 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是 还有比如他 有些有两个极端方法 因为他很善于表达的 欺骗你的 还有一种是闷操心 就是他内心也不太易表达的 这都是属于我们要观察的一面 就是我们要 就是现在的男生 其实说实话 因为随着女性越来越高的 很多男生的心里面 有的有问题了 对 我们要多观察 就是说杀男的 这个他的行为跟这个举止 但最重要这样说好了 其实总括来讲 就是他的内心中 有没有责任感 有没有愿意跟你付出 或者有没有愿意帮你承担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或者他内心中有没有爱 这个很重要 叫总括来讲 就是这个总括 就是他的心理上的一个变法 了解 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 从他的这个心理特征当中 能够去辨别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是你的身边人 这个你是最了解他的 所以呢 很多的东西是能够看到的 那么除了这个心理上的辨别之外 我们知道这个面向 其实我们说相由新生嘛 那既然刚才这个陈林先生你说了 这是新的一种表达外露的方式 那么在面向当中 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 渣男或者是客戚的这种特征呢 在古代的像素上有说客戚的 那现在我们来讲说客戚的 那客戚来讲的话呢 其实渣男客戚也是有的 有的就是说其实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你有这个杀伤力 最重要看他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里的窗口 如果他眼睛中是有那种不慈善 散落胸光的 这个就是内心中他没有很大的慈爱 他比较残忍 比较冷漠 所以眼睛是我们的窗口 所以看眼 如果眼睛很柔和的明亮的 就说明这个人对心很慈善 第一要看眼睛 还要第二要我们看气 也就是看他的整个的面色的气 如果他的气暗淡 就比方说很灰暗 或者也就代表他这个人很 阴气很重 或者讲他很颓慧 他没有阳光 这也是一些 还有我们小说额头 额头也是很突出 就说明他这个人自我很强大 额头就代表他的智慧的一个浅现 他突出来就代表说 他就很喜欢以自我为主 不想听你的意见 包括当然也有一些叫阴沟鼻 或者眼睛凹陷 嘴边嘴薄 因为他压力很大 眉宇之间老是紧锁 这都属于 包括说我们的嘴唇也算 也在嘴唇说上嘴唇 上嘴唇呢 他虽然是厚 他很短 就是很 又短一油后 这个也是干嘛 他也属于暴力倾向 容易发脾气 因为他的忍耐性很低 他不喜欢忍耐 一下就要翻 我们想要翻脸跟翻书样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下额短 或者是这个比较突出 这个颈部 这都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现象 所以当然了 我们我刚刚说了 要不同的地方去观察它 但是我们刚刚说 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所以其实相信你的直觉 如果你觉得不对 其实就应该散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吗 你的选择 你要为你的选择买单的 对 你的人生都一样 人生都是如此 何况你选择是你的另外一半 对 对不对 确实 这个陈林先生 这个真的是 就是说这个 肺腑中肯之言 但是你要知道 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无法去割舍 或者是说 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直觉 但是他可能就很难以去割舍 这个就像陈林先生说的 这是你选择的路 所以呢 可能接下来你就要承受 这样的后果 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 通过我们的节目 这个通过陈林先生 给大家的讲解 大家能够去分辨更多 对我们不利的东西 然后把它排除掉 那么还有一句话 陈林先生叫做 知人知面不知心 虽然我们看到了面相 看到了这个 所谓心理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影射 但是其实 大家还是会比较担忧 所以如果是从 八字命理上来 鉴别渣男的话 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呢 如果在八字命理上来 鉴别的话 这个就 就是超越知人 知面的不知心的吧 因为他也在 他的八字也就是 他的一个磁场的 一种显现 对他会带着他的这个像 对一个性 一个DNA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说 就是说他后天的修行 和改善的人 这当然不排除 但是这个时代来讲 比较少 比较少 他就存在这种DNA 那这种DNA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讲八字 就会讲一些八字的理论 比较加字的 八字就十神 当然 就有一点基础的 当然我也要讲 就是说如果我们 只是讲八字 就会大 理论大 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甚至来上我们的课 都可以八字课 我们首先说 笔节就代表自己的能量 跟节才都是属于 同类的能量 过于旺盛 我是讲男生 现在大家不要说女生 有人是讲男的 男的过于旺的时候 如果还没有财心 这种男人 我们讲做自私自利 占又欲特别强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生 我克为财为妻 也就是说对于男生来讲 他所克的是禅财 也是妻子 那如果他本身的笔节旺 又节才旺 而他的财又相应很弱 没有的话 就说明这个人的 占又欲特别强大 特别自私自我 这种人一看到远离 远离他 远离他 这是一种 第二种人就是 然后他又弱 他不是像刚刚说又弱 但是呢 然后他财心又过旺 你懂了吗 他弱他财 因为他不是克为财 就代表他弱又 身体又弱 身的能量又弱 同时他的财心又过旺 有些没有办法制止 就是克制财心的人量 这个时候呢 这种人我们把它叫做走 走什么 走心的 什么叫走心呢 就是花心大萝卜 为什么 他呢就是 因为财落嘛 财就是欺嘛 所以他呢 见一个爱一个 见一个爱一个 就是他走心 他 他为 当然他这种人就说 如果真的很喜欢你 他就会付出的一些 但是呢 他就看得很好的 他又放弃你了 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叫花心 那第三种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讲说 欺煞过旺的人 所以欺煞就煞气很强大的 煞气又强大 然后没有办法制止他 然后财心又来生他 这种人就叫做家暴男 家暴男 对很有家暴情向 所以当我们看到八字中 他的欺煞过旺 也这个男的也不要跟他在一起 也远了 了解了 拜拜 拜拜 OK 好 那第四种来讲的话 就是伤官过旺 所谓伤官过旺 因为伤 我身为伤官 因为时辰跟伤官 其实这两样东西 说实话 其实都代表的是 才艺跟智慧 或者赚钱的管道 也是自己生出来的东西 那时辰就稍微柔和一点 伤官就是比较冲动一点 但是不管他怎么样 时辰或者伤 特别伤官过旺 过旺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制止他的手 这个人就叫走圣男 就叫约炮男 因为他欲望很高 或者信誉很高 所以今天走个去走圣 今天看这个女的就想跟他上床 又炮六 就这样 所以说老是这种会搞夜情 这种男的我们把它叫做伤官不旺行的 你也要远离他 是 拜拜 你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第五种叫做伤官见官 那伤官见官的男的呢 其实说这种人呢 就是说比较小气 但伤官见官有一个问题是 他的命格中就有牢狱之财 容易反到官非跟是非 那我大小气 为什么伤官见官 因为官是属于事业嘛 代表他的这种大气嘛 伤官见官还压制了官 那就代表这个人呢 就喜欢说玩人家呢 而且还不给人家钱 叫白条男 大家小气了 了解 所以呢 这个想了解你身边的这个男生 对女生说的 是什么样的这个男生 不妨这个来对一对 当然不了解的话 要这个来 直接来询问我们的陈林先生 相信陈林先生会给大家一些 他的建议 那么刚才您说的其实还是 大家听起来比较抽象 你有没有一些这个案例 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们就说一个案例 其实在那个三年前嘛 我们有吴亦凡的事情 大家可能知道 对对对对 吴亦凡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渣篮 我们大家分析他就知道了 那我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们跟你们这个 电台有一个节目 叫RAN的一个节目 我就讲到吴亦凡 因为那吴亦凡当时 没有出什么事情 还刚刚开始 那时候我就专门有点 大家可以去看 我讲我的我也很详细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讲到 他至少要判到十几年以上的刑法 果军就说中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吴亦凡 他必要坐牢呢 为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他的八字中 全部都出现 所以吴亦凡的八字 我要拿出来分析 让大家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第一点 吴亦凡你看到了吗 伤官见官 他八字中 看到吗 年是正官 他是乙木出身的吧 乙木代表 你看乙木的人 不管男女 都长得比较秀气 比较漂亮 乙就是花草嘛 那当然看到花草的漂亮了 对 你看林青霞 邓绿军 张曼玉 都是乙木的人 那乙木就是比较漂亮 可是对于蓝森 你看这个吴亦凡也长得很帅气的 那种像奶油小生样的 对不对 乙木 而你看到年月中 都有商官跟见官 所以当看到这两个密码的 商官见官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可能有牢狱之灾 对 对吧 我刚刚说了 但是你看这个人 还不喜欢白嫖 看到吗 为什么 所以他今天的问题 坐牢的问题 又来个原因两点 我等下会讲 他是白嫖嘛 为什么 他玩了人家 东美族以后 也不给他钱 所以人家只是告他 哪晓得他 他的妈妈呢 还去报警 把他给害了 然后坐牢了 他这个不是说 人家是告他刑法的 只是他没有 玩了人家 没有摆平他 引发了这个问题了 他有两个原因 其实已经看到了端倪 第一个就是三官见官 第二个 等一下我们来讲了 他这个下面有一个煞叫做刘霞煞 这个刘霞是什么 这个煞气的人 带到了 等一下 也是属于渣篮 看到他就说 所以 什么叫刘霞 就喜欢于 喜欢于干嘛呢 喜欢于这个风流场所 喜欢于喝酒后乱性 造成麻烦 叫刘霞 什么叫 刘霞 你看刘 就落霞于孤雲其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个霞就是落下来的 刘霞下来的那种霞采的意思 就古代有个叫霞 叫刘霞煞 所以这里有写的 刘霞煞就对应的 你看乙 五一凡不是乙的日元吗 他的下面就有序字 就代表他有刘霞煞 这第一点 刘霞煞 他记住 所以你只要看到了 蓝身里面的日干 然后对到他人的地支 你看他有刘霞煞 你也叫三余纳卡 不用来了 你也不用跟他谈 绝对是大蓝情 真的好了 然后还有天罗地网 真好的 这个五一凡也带了 也带了天罗地网 我们这个天罗地网 是怎么来的了 其实来源于九宫的 十二地支的两个节点 一个是东南方 一个是西北方 西北叫做旭亥 东南叫士臣 就像一个网子 把它找住了 那什么意思 只要看到了八字中 有士或者臣 或者亥跟旭相碰到了 我们把它就称为 叫做天罗地网 网住了 就像一个网住网到了 就是一个网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就是八字 就是这个 就刚刚的我们往前走的 那个五一法的八字 你看它就有了 有两个字 一个是亥跟序出现的 是不是亥跟序 代表它有 而且它是命中带的天罗地网 你说它能够逃过脑狱之灾吗 它命中八字就已经有了 对不对 是这样吧 所以我们来刚刚看到的 这个蔡天凤 蔡天凤正好十年走到了什么 陈旭 陈旭是不是天罗地网两个密码了吗 你看那个下面 这个对 陈旭两个字 陈旭 对 正好也就是天罗地网进来了 天罗地网如果是他的继神 那个力量非为之强大 因为你看 蔡天凤的天罗地网 也可能有的时候是什么 我告诉你 有可能如果是学佛的 有可能是闭关的 有可能他是宅男 他不愿意跟人家见面 有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地方 懂了吗 但是没有像他这样的凄惨的 就是因为这个天罗地网 是他的继神 因为他的土 因为陈旭都属土 一冲土更大 水火相冲 一个陈是水库 旭是火库 水火打架 那个啪的一下 就能量爆发出来了 同样的 这个土不是他要的 他已经有那么多土了 就整个人 太多就泛滥了 太多了 就翻车了 就在这个十年的运 大运就翻车了 所以我们就记住 所以有一个口诀 当然不管你是男女 只要出现了陈旭是害 你就要记住 这四个字就是天罗地网要到达了 除非你是一个修行者 你可能是闭关的人 像我这样我不怕 我那个时间就闭关了 闭关的话就修法 但不是很好了吗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当然有人说 男怕猪狗 女怕猪口不如 对 亥根旭 女怕 这个龙蛇 只要碰到了 皮肤来讲 都是天罗地网 很难 我们要化解它 我们要懂得去 如何化解它 所以说到天罗地网 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 陈黎先生也是跟我们说过 很多次天罗地网 那么如果是说 真的是我们的命中 会犯了天罗地网的话 有没有办法去引顿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去避免 陈黎先生 这样的 我们这样说好吧 就是说 应该是有 百分之一万有 只要你知道了 你就能把它给毙掉 这就是天机 我觉得人生之中 有很多横祸 我们叫什么 非来横祸 其实寿命不到的就走掉 像他这个拆天缝 就是非来的 对 那我们突然被人家撞死的 也是非来横祸 我记得以前 我在我们的江系庐山爬山 前面有一个人 有一个小时的 啪打在头上 死了 也是非来横祸 对 很多的情况都非来横祸 这个什么 这个横祸来源于哪样 当然 你看他有命格中天罗地网 还有天体的 这个太岁亚神煞的 心体对他的冲煞 以及他的风水 这些所有的这种 负面的人量 当他落的时候 就被攻击进去了 他只要能够扛过去 就这几年扛过去 那基布讲说 蔡天缝根本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我们如何能扛过呢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但我也看过很多 但是我据我晓知 最厉害的方法 就是我们学习的奇门遁甲的本尊 那是最厉害 与我现在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有这么强大 当然 不管你是学基督教 我们先不要了解 基督教的这个什么 我只能从我道 我们从传统文化来讲 道教跟佛教文化来 跟大家表达的 我所经历的东西 就比方说 我们下面有张图 就是这个叫 斗姆元君 也就是摩利之天 这个本尊 也就是这个菩萨的能量 非常之强大 它可以引顿一切的灾难 我们以前有讲到 佛说摩利之天 陀罗尼经讲的 他说了 说这个什么 叫亡难中复 亡难中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法律的难 国家法 对 观灾四百中难 还有什么 冤亲在主的难中复 这就是 你看这个 这个蔡天凤就是冤亲在主的难 没错 没错 他保护他 然后往后的刀兵垂火 这些所有的这些疤烂 全部都被摩利之天 会引顿保护你 那你顿掉了 那他如何为顿呢 就是如果有人要害你 无形中就突然有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东西 信息告诉你 可能有人要害你 要警惕了 就这么神奇 对 这就是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一般来讲 佛经有说我们落着其中 落着一中 就佩戴摩利之天的形象 或者经文在身上 一定有保护的 以前我们有一个国学大师 叫南淮景 对 他这一辈子中都带一本经文 这本经文就是 佛收摩利之间 陀罗尼基 他经历过很多的这些战争 在小的时候 还有自己的身体的灾难 他都带着一本小的摩利之间 以随身携带保护自己 对 那你看我们的斗姆援军 就是有六十甲子 就是太岁新军的 全部都由他来管理的 就是他来管 也就是他就是王 什么 那他底下 你看他这个 他有一个很有大的特色 因为摩利之间的特色来源 不管是道教 佛教 以及西游记 还有印度教 全部都聊过这个菩萨 我们记得有一个 你去看西游记 一个猪八戒 对 他说猪八戒 他就人家问他 你从哪里 他说我是西天 就斗五元军的坐骑之下 就是摩利之间坐骑之下 他坐在下面就一头猪嘛 就有个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就谈到了这个摩利之间了 那其实他的下面的七头猪 代表的是北斗七星 也是他的七个星 得体 然后他为什么有个猪头呢 是不是他很笨呢 不是 猪头是代表法生的意思 不是畜生 这个猪吃东西是一味 一味就像天空一样的 摩利之间 你没有办法可以动摇他 你可以在天空打个洞吧 但你又看不着 捉摸不透天空 但他又是无限之广大 你也没办法 你不可以动摇他 你可以破坏他 所以我们有历经中有个话叫天三顿 天三顿的意思说 外面像天空一样的 没有办法去动摇 里面的鲁鲁不动 像鲁山一样的可以保护到里面 就是抵挡的意思 了解了 所以就说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带在身上 或者这个图像也可以带在身上 可以帮助大家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厄运吧 那么我知道这个陈林先生您好像是要办一个世界需要光明的 这样的一个财心借库 引顿灾难的聚会是吗 在最后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的以后了 当然我们也 就是大家我们所有的华人都很恐惧 就因为觉得世界好像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对不对 特别女性恐惧 对吧 因为女性容易被外在的东西影响嘛 这是一定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啊 我们之前有办两场的这个世界需要光明的一个这个就是大家的聚会 在网上的聚会吧 同时我也教 所以哇 大家很乐情了 上 我记得五六百人都来了 哇 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给世界一个光明的灯 要点哪一个光明的灯 同时呢 我们这个是都是大家一起来聚的时间 就是洛杉矶的时间3月6号 星期一 洛杉矶时间7点到9点 当然你在你的所在地 你自己去看你的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Zone的密码 Zone的会议书进去就可以了 那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呢 其实有日子的 因为这一天叫鬼害日 那隔一天叫做甲子日 甲子是什么 甲是十天干的第一个 子是持二地支的第一个 甲子实际上是一个天地的密码 也代表的是万物的开始 也是财神之法 所有的财神的修行都是从甲子日修法的 那个能量最为强大 那鬼害是结束的最后一天 鬼害了害死猪就在魔力之间 所以我选择了星期一那个吉日 然后即使去时正好有一个申门 就是申就是财心的意思 打开申门开心 然后卡开了你的这个财富之门 在西方你准备一个一盏灯 一个水火祭祭 你呢就是代表五股丰登 代表财富 就作为一个意象 我们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大家一起来向脑天呐喊 我们要光明 我的生命要光明 我要财心借库 我们叫财心借库什么事 现在我来告诉你说你会发财 很多人认为我的运不好 我怎么发财 我也没干嘛 这个时候 这个菩萨给你转变一个想法 叫观音借库 知道吗 借你钱 菩萨借你钱 这样可以吗 对 那可以说台湾的习俗 中国习俗很有意思 叫做观音借库 借你的钱财 当然你得到了钱财以后 还给还愿 知道吗 然后我们会讲这个财神的修法 大黑天财神的修法 因为甲子人嘛 财心最强大 然后呢 再专门传授大家如何修魔力之铁 隐盾战 因为这个太要推广了 现在的时代 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 发生 频繁发生 包括瘟疫 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隐盾掉 我们要靠这个能量 这个魔力之铁能量 谁在佛经上说 这个最快速 最快速能够帮你解决困难的问题的菩萨 就是魔力之铁 这是佛所得 那不是我所得 他为什么不提那么多菩萨人 他为什么就提魔力之铁呢 因为我也有体会 我举个我自身的体会给你 这是真实的故事 我在Sedona 因为我Sedona 我妈妈住在Sedona 我们两个人呢 有一天的时候八点钟去 因为他们都三嘛 山路很多山 我们就从家里走出来 就走山边走走走 突然那天停电了 你知道停电 美国很少停电 没错 那一停电以后 什么都看不清路边了 没有愿望 没有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呢随便去敲一个门 就影响很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对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走走走 那B点机瞎走 走了大概两个小时 走到两个小时 我想再走下去 可能走得天黑了 还到了早上不麻烦了吗 老人家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马上 我一念之间 我就修魔力之间 一念魔力之间走 你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吗 就在一念完没多久 就在几秒钟 一眼空中就一道流星 刷就过去了 从空中一道流星 我就知道从这里下去 然后这闹走得下去 知道旁边是一个 真好是一个church 一个教堂 我一问 一转就回家了 这是真实的事 了解 好 非常感谢这个 陈林先生跟我们的分享 所以这个我们要相信 就是说 如果是大家一起去祈福 一起去这个祈祷的话 应该是 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场存在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一定要记得 刚才我们的这个时间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陈林先生来给我们分享 最近这个这么热的话题 也从这个玄学 还有这个八字的方面 来给大家分享 您的一个看法 谢谢 谢谢你 辛苦 谢谢 谢谢 是的 我们也谢谢 所有的在线的网友 这个因为 我和陈林先生的节目呢 基本上是在 每个周六的上午的十点半 每期时间 但是呢 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陈林先生都会选择 直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也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直接来添加 陈林先生的微信号 来直接跟他沟通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